鐵門緩緩降下 廠區電燈關掉 現在汽車維修廠裡 不是下班時間到了 而是 一名音效衝擊 現在就有汽車大廠是貼出公告 告訴員工未來假日將取消出勤 就連公司也提早打烊 大紅色公告就貼在廠區 顯眼處直接告訴員工 為了配合新法令當中的一例 未來禮拜天統統休息不營業 上班時間也有所調整 從原本的9點下班提早到6點 就打烊 另一頭的汽車展監也宣布 未來國定假日 上午開門時間延後到10點 打烊時間也從原來的晚間9點 提醒到7點就下班 開了汽車業 縮短工作時間的第一槍 幾家大廠 何泰汽車中華三菱 則表示暫時沒有改變計畫 但隨著一例一休全面上路 受到衝擊的不只有他們 對著零件修修補補 但一例一休通過後 車行也被逼得得縮短工時 讓他們急跳腳 難度很高啊 客人他幾點來 我們大概就是幾點 還要幫他服務 對 不太可能 他還在工作的時候 我叫他來 對 我只是把客人演到明天 是啊 一例一休上路後 各行業開始明顯感受衝擊 就連消費者也深受其害 相關效應正持續發酵 借無規無登利 台報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